《 开商》 开摊 不过今次开摊 像我这一年纪有看科幻片的人 一定有看过最少两个导演拍的电影 第一个导演就是 史提芬·史柏宝 史柏宝到今时今日2018年 依然继续很努力拍电影 水准是保持得到的 不过在我心目中, 水准保持到 和水准有惊喜是两回事 我对上一次觉得, 史不保好看的戏 已经数到 AI 人工智能 时间一转, 到今年 史不保有一套新戏, 叫做这套 《挑战者1号》 很多看过的朋友都赞, 说这套戏真是好 觉得史不保近年佳作 所以我现在未看 但我用了一个非常凝重的心情 去开这套戏, 看这套戏 香港版的 4K UHD Blu-ray 这套戏有一个很漂亮的3D 戴戏 看到吗? 当然是有道比的 Vision 道比的 Ammos, 两种格式 好, 先开一下 好, 搞定 这个就是另一个戴戏 跟所有的4K 戴戏一样 两个碟, 一只是 Blu-ray 一只是 4K UHD Blu-ray 4K 戴戏, 这款Made in USA 这款Made in USA 戴戏 不知道看不见 但很有趣的, 这款Made in USA 但不知道美版 是否Made in USA 呢? 因为现在的美版很多时 都是Made in 墨西哥 反而 Blu-ray 是奥地利印的 因为是行货 它们有一个叫做 Click Play 的 Digital Version 又是同一样, 你开了 Click Play 帐户 就下转了一个 App 转移 然后, 进入这个曲子 后面有一个曲子 进入了这七曲子之后 就能够重复 电影的 Digital Version 版 可以在 App 里看 720 P 战略有中文字幕 讲完, 我现在去开戏 看完戏再说 就这样 先看看 看完戏了 非常之好看 戏很多人都说了 里面有很多彩蛋 你会看到有很多 是横跨, 70 年代尾, 80 年代, 90 年代初 都有的一些 电影, 动漫 卡通角色 游戏里面的角色 都出现 所以 在我们这些年纪的人 就会看到所有熟悦 戏本身 是非常之好看的 一套戏的长度 就是两个钟头四个字 实际上都不是一套短的戏 我看到中段 发觉它的尾部都挺长的 但是 整个戏的节奏 就同事不保 过去这十五年拍过的戏 的节奏都快 起码去回 Minority Report 未来报告那个阶段的戏 所以它是一套 节奏很明快的 以及是一套 娱乐性丰富的电影 事实上 电影的内容很简单 我不剧透了 但是 大致上都是入了虚拟世界里面 要找齐三条锁匙 然后解迷 接着就可以赢到 一个比赛 所以 你都知道会有三场 很精彩的猜迷竞赛的赛事 好, 讲完这套戏 谈谈声画 这一套戏 画面 其实我们看看 IMDb 的资料 就是 有两种方式去拍摄 第一部分就是大家在OASUS 看到 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全部都是电脑动画 画出来的 是用2.8K 来制作 虽然未到4K 但已经很漂亮了 你看到 细致的面表情 衣服的材料 头发师也看到 真的非常精细 拍摄正常普通人做的部分 大家会看到 声音会多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错, 你猜中了 因为它是用菲林拍摄 菲林拍摄后 再用2K 的数码转换 所以你会看到有菲林的质感 菲林的棕微粒 所以你的显示器如果是够漂亮的话 其实你可以很轻易地分别得到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画质上结构的分别 但是更加令一个司机的人开心的地方 就是电影的这支碟 声音效果做得相当出色 如果大家看惯 像Marvel 那些英雄片的话 可能你都会认同近这两三年 甚至乎更多 这些我们都觉得是大片的电影 但是声效做出来就比较 比较普通一点 甚至乎有些人觉得它是电视剧 级数的声效 但是这一套就不是了 这一套他们是找Sky Walker Sound 去做声音的 亦都是一些大家熟口熟面的 Sound Engineer 和Designer 去做 声音的效果是做得非常出色 特别是它在很多 虚拟世界里面的效果 其实声音的创作性 和想象空间的空间很大 司机位其实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我相信一般的观众 或者一般看过这套电影的朋友 都会觉得 开头那幕赛车 是一定是必试的 整个赛车大概是四分半钟左右 你会见到 完全是带了你进去赛车 而且比赛是很刺激的 声音亦是一样的 你不会觉得 一尾真的弄出来的 因为有导致Admos 的关系下 其实声音的走向 相当清楚 它的中段有无重状态 枪战亦是很棒 因为枪战的效果亦很好 尾段就不用说了 尾段是一个大战 低频是疲于不明 如果大家想试超低音的话 这一段也是很棒的 接着有点剧透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这套有两个地方 我觉得做得很好 很过瘾 第一就是他们 你没想过闪灵的电影 是一个这么经典的恐怖片 可以比史不保这样的玩法 第二个就是高达出场 因为高达出场 其实我已经知道高达会出场的了 但是我依然会让他出场那一刻 是觉得很震撼 和很开心的 不可以不说的 就是回到未来的一辆时光机车 基本上可以看回这一辆车 最新的电影里面 有这么多场面出现 就是很感动很感动 一般介绍电影 通常声画很漂亮 声画很漂亮也值得介绍 有电影戏好看 戏好看也值得介绍 但是近年的确很难再找到一套 戏又好看 声画又很好 这套史提芬史不保导演的 Ready Player One 《挑战者1号》 我真的觉得完全是很开心的看 我之前看《吹梦的巨人》 真的看到 真的发梦发几云 之前看《雷霆战区》 又不是太顶得顺 很开心看到他拍一套 《神彩飞扬》的电影出来 好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 这套4K 蓝光碟 Ready Player One 《挑战者1号》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拍片的朋友 请点赞我 未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住频道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出 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下次再和大家介绍其他影音软件 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